你见过把自己亲生儿子都卖掉的人贩子吗 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 这个人贩子不仅把自己的孩子卖了 还接连拐卖了11名无辜儿童 但正义虽然会迟到 可他永远不会缺席 26年后 那个当初被拐走的5岁小女孩亲手 把他送上了绞星台 听到判决结果一直在努力控制情绪的杨妞花 终于忍不住眼面痛哭起来 我就想告诉他们 当年虽然我跟着他走了 现在不止我回来了 我还把他弄回来了 而且也把他弄进去了 我要让法律制裁他 时间回到1995年1月8号农立腊八节 年仅5岁的杨妞花被拐卖到了河北邯郸 不过收买她的人家并没有隐瞒她的绅士 她从小就知道 自己是奶奶花了2500元钱买来的 父母不要的卖掉的 家里面特别穷养不起 就这样关书的 她的奶奶为她改名为李素艳 并把每年的农历腊八节当成了她的生日 在邯郸生活的最初几年 杨妞花时常会在梦中见到自己的母亲 那些模糊而温暖的梦境 是她对亲生家庭唯一的记忆 她还记得亲生父亲长相 嬴俊帅气 名字应该叫杨姓明 还有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姐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杨妞花在手养她的家里过的小心翼翼 每当她无意间提及亲生父母 总会遭到奶奶的严厉训斥 渐渐的她学会了将这些记忆深埋在心底 只有再难过时 这些回忆才会成为她唯一的未见 13岁那年 杨妞花早早的结束了学业 开始在家附近打工 那时的她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幻想 以为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渐渐发现自己似乎成了一个无处容身的人 各种关于她是买来做媳妇的谣言 开始在村子里传开 让她内心备受煎熬 2005年 15岁的杨妞花在邻居们的议论身中 走到了绝望的边缘 她下定决心要外出打工 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 最终在亲戚和养父的劝说下 奶奶才勉强同意 随后杨妞花来到江苏的一家电子厂打工 虽然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但她却觉得那是自己懂事以来过的最放松的一段时光 在那里她终于可以安心的拼凑自己对亲生父母的回忆 但想得越多她心里的疑问就越大 就是记得记忆里面父母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会舍得卖掉呢 渐渐的杨妞花开始有了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 然而想法归想法 对每天为了生计而奔波的她来说 要实现这个愿望并不容易 直到2012年这个机会才算是真正到来 这时的杨妞花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拥有了可爱的孩子 丈夫及家人对她关怀被制 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在这份爱的支持下 杨妞花鼓起勇气 将自己的身世和想法告诉了丈夫 就这样在丈夫和家人的支持下 杨妞花开始了寻找亲生父母的旅程 她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注册了账号 把自己的故事和记忆都写了上去 还上传了一张小时候的照片 她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她找到亲生父母 可是现实总是残酷的 杨妞花等了好久收到的回复却寥寥无几 虽然有点失望 但她没有放弃 2021年4月的一天 杨妞花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 发了一条寻亲的视频 没想到几天后 一个女孩私信她 说觉得她很像自己的堂姐 女孩还告诉她 她的伯父叫杨姓明 伯母叫熊棉衣 大堂姐叫杨桑英 这些信息像一把钥匙 瞬间打开了杨妞花 成风已久的记忆 她激动的几乎要哭出来 这些名字 正是她多年来心心念念的家人 经过了漫长的26年 杨妞花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当她走进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村庄时 她受到了亲人最热烈 最真诚的欢迎 她见到了姐姐杨桑英 见到了姥姥和姨妈 见到了许多亲人 但她却再也见不到 那两个她最思念的人 她的父母已经离世多年 那一瞬间杨妞花的心情 就从天堂又跌落到了地狱 姐姐告诉她 当年她被拐走后 父母为了寻找她几乎倾家荡产 整日丽一泪洗面 没过几年 两人就相继染病离世了 关于杨妞花时钟的经过 她的姐姐杨桑英记得格外清楚 当年父母带着她和妹妹在外打工 住住在贵阳市的一个城中村里 周围邻居基本上都是外来打工人员 妹妹出事前十几天 他们家隔壁新搬来了一家三口 他们第一天就来借碗和筷子 游完之后也及时归还了 显得非常有礼貌 于是父母便让两姐妹 称呼他们为大伯和大伯母 那家的小女儿年纪与杨妞花相仿 她经常在楼道里玩耍 每次遇到杨妞花 都会热情地邀请她一起玩 渐渐的杨妞花也跟她混熟了 然而这份熟络却成为了噩梦的开始 1995年1月的那天 父母刚刚离开家不久 邻居那对母女就来到了家里 笑盈盈地说要带她们上街买玩具 杨桑英姬的父亲的嘱咐要她看好家 于是她坚决地拒绝了 但年幼的妹妹杨妞花却没有经受住诱惑 兴高采烈地跟着那对母女走出了家门 直到晚上杨妞花也没有回家 父母下班后听大女儿说 小女儿跟邻居家的大伯母出门了 立即焦急地出去寻找 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父母去问房东拿了房门的钥匙 打开门一看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直到此时杨妞花的父母才意识到 除了偶尔几次碰面 他们对邻居家的底细几乎一无所知 那时候城中村管理还不完善 住住人员流动性非常大 房东也没有纳户人家的详细信息 刚开始丢的时候 杨妞花的父母有大半年的时间 都睡在汽车站和火车站 天天在那里等着希望 能等到人贩子把孩子要回来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 小女儿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杨妞花的被拐彻底击垮了她的父母 没过几年两人相继染病离世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拐卖她的邻居 每分钟杨妞花下定决心 要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她来到了贵阳市公安局 南民分局刑侦大队报案 详细叙述了自己被拐和寻亲的经历 而且据她的调查 当初拐走她的人很可能教育华英 因为这是当年的中间人告诉她的 这个中间人叫王国父 跟手养杨妞花的奶奶是一个村的 当初也是她骑着自行车 带着奶奶把她抱回去的 杨妞花曾经找过已经80多岁的王国父 然后她说我不知道 小鱼没有告诉我你从哪里来的 我找不到小鱼了 我听到小鱼的那一瞬间 我就给她来了一句云花鹰 然后她自己很惊讶 她没打算告诉我这个人的名字 她说你记得云花鹰的名字 我说记得 这个脱口而出的名字 让杨妞花自己也震惊不已 原来这么多年 这个名字一直深埋在她的记忆中 为了查明真相 贵阳南民警方迅速安排民警赶往河北邯郸 找到王国父进行调查 面对警方的询问 王国父承认了自己的行为 但她表示自己只是交易的中间人 于华英才是真正的主谋 她曾经带着很多小孩到河北邯郸去卖 据王国父回忆 于华英在2004年时 曾经被云南省大瑶县警方抓获过 当时她和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 将小孩从云南拐到了河北邯郸 被云南警方抓获 但于华英当时报的是一个姓张的假名字 为了验证王国父的供述 警方立即赶往云南省大瑶县展开调查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他们发现大瑶县警方在多年前 确实从河北邯郸抓获过 一对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 一个叫张云 一个自曝叫王伟 两个人只说自己是重庆大族县的 由于当时条件限制 他们的真实身份信息始终未能查实 最终根据他们自曝的身份信息 大瑶县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分别 判处他们有期徒刑八年 后来那名自称张云的女子 因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获得了减薪 在2009年提前出狱 那么张云是否就是于华英呢 在档案材料中 民警发现了一张张云当年被捕时的照片 这张照片被迅速传回贵阳 交给杨妞花进行辩认 在规定的陪衬照片中 12张照片里杨妞花一眼就认出了 当年拐卖她的人 随后经过进一步调查 贵阳南民警方最终确认了张云的真实身份 就是于华英 现在住在大竹县的另外一个镇 22年6月30日在重庆市大族区 犯罪嫌疑于华英被警方成功抓获 但办案民警史料未及的是 年仅60岁的于华英显得异常冷静 于华英承认她的确曾经拐卖过一些孩子 但这都是受一个叫公显良的男人的指使 据民警调查 于华英和公显良的关系很不一般 于华英是云南人 后来嫁到了重庆大族 她的第一任丈夫叫王嘉文 在92年左右英盗窃被当地警方判刑 之后于华英便独自一人 带着小孩在大族县生活 由于没有具体工作和经济来源 于华英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 而她偶然间认识了公显良 当时公显良是个小包工头 比于华英大十几岁 且也有自己的家庭 然而于华英并不介意 很快两人便生活在一起 从认识公显良之后 他们一起到过云南打工 也到贵州做过蔬菜生野 但都亏钱了 然而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 让这两个人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发财的门路 当时于华英和公显良又生了一个儿子 但因为双方都有自己的家庭 且都没有离异 他们当时也没能力抚养 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决定 公显良带着于华英和孩子去了河北邯郸 通过王国富的介绍一几千块的价格 卖掉了他们的儿子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于华英的心理产生了变化 他发现了一条通往刑场的高速路 以卖掉亲生儿子为开端 从1993年开始 于华英和公显良一起走上了拐卖儿童的邪路 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 他们甚至会带上于华英年幼的女儿 人有小孩之间的亲近感 来降低目标家庭的防备心理 他们的作案地点 夺选择在外来物工人员密集的城中村 在那里他们先租下一间房子作为据点 然后暗中观察周边的邻居 或附近的外来物工人员家庭 一旦找到合适的目标 他们就会以带孩子去买东西为借口 迅速将孩子带到最近的火车站 然后将其带到河北邯郸进行贩卖 面对警方的审讯 于华英坚称 自己是在龚贤良的指示下才犯下这些罪行 然而警方通过大量调查发现 于华英在犯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据王国父交代 大部分贩卖儿童的行为都是由于华英主导 他与王国父之间的交易频繁 而龚贤良则较少直接参与 那么龚贤良目前身在何处呢 他是否就是2004年 与于华英一同被判刑入狱的那个王伟 经过民警的深入调查 事实并非如此 王伟实际上是于华英的丈夫王家文 而龚贤良在2008年时已经因病去世 进一步调查显示 于华英和龚贤良早在1997年 就因为感情不合而分手 但分手后于华英并未收手 他甚至联系了自己的丈夫王家文 继续从事拐卖儿童的犯罪活动 从他们的前科和犯罪经历来看 于华英无疑是主谋 他带领王家文一起作案 2004年 于华英和王家文被云南大摇警方抓获 在审讯中 他们只交代了两人共同参与的案件 而对于之前与龚贤良一起实施的多起案件 于华英则通过伪造身份进行了隐瞒 如果当时他能够找些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那么许多被拐卖的儿童 可能早已回到亲人的怀抱 许多家庭也能早日团圆 然而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最终于华英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2023年9月18日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宣判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被告人于华英为谋取非法利益 多次实施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 情节特别严重 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最终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于华英一拐卖儿童罪判处私刑 夺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收到这个大快人心的判决后 杨妞华来到父母的坟前 一字一句的将判决结果读给父母听 虽然亲人的离去 给他和家人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伤痛 但这个判决至少告诉了世人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最后感谢您的耐心观看